请教老子李成峰 第113集 一层杀粒就好了 李成峰想到了这里 又开始制造起了土制炸弹 峰弟弟 你制造炸弹的这些材料 是哪里弄过来的啊 是上次从宿州带回来的 那里有一座销石矿 我偷偷地弄了一些回来 哦 那你可以教教我 如何制作炸弹吗 你制造炸弹干嘛 你想拿去炸什么玩意 这东西威力老大了 你要是一不小心就会炸死人的 而且今天这玩意爆炸 你也是看见了的 玉花园那么结实的地 都被炸了 那么大一个坑 要今天只炸到了我们 我估计我们几个 是连一点渣渣都不剩了 嗯 我知道啊 其实我就是想试试看 我可不可以制作出来而已了 行吧 那等惠儿就让你来试试 不过 仅此一次 而且你还不能 把我这里的任何东西带出去 不然 要是被别有用心之人瞧见了 那就麻烦大了 好的风弟弟 我知道了 好吧 那你先来试试吧 随后 李立志在李成峰的教导下 也有模有样的做了起来 功夫不费有心人 没多久 一颗道版的炸弹就闪亮登场了 风弟弟 你看我做的炸弹如何 是不是和你做的一模一样啊 废话 都是用的一样的铁疙瘩 它还能长成别的样子吗 什么玩意吗 不玩了 不玩了 你自己玩吧 好玩 讨厌 这次就算是给你长的记性 下次准把头发都给你烧脱撸皮了 这么危险的东西是能随便给你玩的吗 我看你下次还敢碰我的东西不 李立志被李成峰整走后 李成峰又开始研究了起来 几个钟头过后 改良版的土质炸弹就洪空出事了 李成峰片刻也没耽搁 立马就来到了一处空旷的草地 他还让不让人睡觉 大白天的搞那么大的动静干嘛 除去拉扣子和抛炸弹的时间 这枚炸弹爆炸的时间约莫在六秒左右 也就是说 我李成峰制造的炸弹可以批量生产了 我得想想 要多少钱才能卖给他李世民 这次说什么都一定要狠狠地赚他一笔 要是我这炸弹真要是被带上了战场 那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我的手中了 不行不行 这玩意绝对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否则 若是被一些野心活活的人研发出一种超级炸弹 那么整个世界都会陷入一片惶恐之中的 对 一定不能透露出去 次日清晨 魏征一如既往 早早地就来到了镇王府接李成峰前去上早朝 而且 这次他又失散了 李成峰又没有起床 于是 他又只能默默地等到了中午 才看见李成峰屁颠屁颠的早怪 八皇子 魏丞相来叫您去上早朝了 嗯 上早朝 这不都已经中午了吗 对啊 今天冒似李世民还有件大事要交给我处理的吗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八皇子 既然您想起来了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满朝文武还有皇上 现在都还在等着咱们 那就让他们再等等吧 反正多的时间都已经等了 也不急于多等 这么一会儿 魏丞相 你先做一会儿 我去吃个饭 然后再拉个屎 完事后 咱们镇王府大门口集合 啊 无奈 魏征只能听从八皇子 自己找了个凳子 在一旁干等着 又过了两个多钟头 李成峰吃也吃饱了 拉也拉完了 这才有屁颠屁颠地朝着大厅走的 魏丞相 我不是叫你去大门口等我吗 你在这里干什么 大门口那么热 你让我去晒着太阳等你吗 近干些不是人干的事 这和昨天放炮的那个贼人 有什么区别 好事不做 还净坏我好事 八皇子 是这样 老臣私来想去 因为那个大事情了 也是由老臣负责的 老臣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这不 昨天一听说八皇子 没有揽下这个任务 所以老臣觉得 还是有必要 先把那件大事情告诉你一下 好让你事先有个心理准备 哦 魏丞相想的倒是挺周到的嘛 那你且说说 到底是什么大事情啊 嗯 这不是上次在长峰村 那个大野山之上 滚落下来的巨石吗 他不仅仅把皇上给砸了 而且还挡在了 大野山脚下的河沟之内 我们用了十几个状态 都无法挪斗那块石头 所以八皇子 您觉得您有把握 可以挪斗那块石头吗 就这么屁大的一点事情吗 诶 屁大的一点事情 八皇子 这是难道就比屁大一点吗 可不就是吗 那咱们还是赶紧去上朝吧 想必皇上要是知道了 八皇子你有办法 一定高兴极了 来到朝堂之上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众大臣有腿拿的 有饿的肚子不不叫的 甚至还有抵不住诱惑晕倒的 而这一切的罪魁过手 正是这对史诗级的狗父祖 为老的不允许大臣们回去吃饭 而自己却在众目回回之下洗脚漫液 我也想了 明知要上早朝 却非要干到下午三点才来到朝堂 还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风儿 你来了 吃饭了没有 要不要将就吃一点 不用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个狗 怎么跟狗一样 说得对 长孙无忌 你这是在骂谁 父皇 他肯定是在骂你呀 你看看这下面的这些人 一个个口水都流巴掌远了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吗 所以说嘛 他肯定是在骂你呀 长孙无忌 你告诉朕 你是在骂八皇子 对不对 皇上 老臣是在骂魏征这个老匹夫 不对 父皇 长孙无忌这个家伙一定是在骂你 不是的 不是的 皇上 老臣是在骂他魏征 你个老鹰逼 你就是在骂李世民 是不是 没有 我没有 皇上 我要怎么说 你才能相信我 好了好了 是在骂我行了吧 你以为 就你们没吃午饭吗 老夫也没吃好 老夫到现在连早饭都还没吃上 还不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这里 看你们一个个 屁大点事就在这里吵扰 魏丞相说的对 屁大点事 你们就在这里吵扰 不过 屁大点事也是事 你这下午了 才把八皇子请到朝堂上来 你说你呆不呆吗 我这是造了哪门子的命啊 怎么就遇见你们这对狗父子啊 赵国公 朕给你们时间去嘛 顺便帮我也多骂几句 但是现在 八皇子到了 咱们就抛开其他的事 开始上朝了 老臣谢过皇上 嘿嘿嘿嘿 魏丞 你给我等着 等着吧你 咱们才一会儿的呼呼 就睡着了 风儿 但醒醒了 朕说了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难道你忘了 谁睡着了 我就是试试我这椅子在这里躺着舒服不 那你躺着舒服吗 挺舒服的 你要不要来试试啊 是挺舒服的 那你就在那里躺着呗 嗯 胡闹 你还不赶紧给震下来 朝堂之上 岂能而行 哟 求我办事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就说你还想不想 我帮你办事了 要是不想 我就回去了 反正你那一半斤 我都瞧不上 皇上 反正八皇子都不是第一次做荣营 而且我们也不会说出去的 你就让他再做做吧 主要还是先解决石头的事情 才是关键的 嗯 那好吧 下回礼 那就开始上朝吧 王总管 咳咳 上朝 我他妈的当了几十年的皇帝 都没你这么玩过 那你求我啊 我每天教你一个新花样 准玩死他们这帮老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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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